17岁的莫哈默苏克里因为弗洛交易的一宗破门刑切案 在11月11号被送入波克仙纳的感化院 万万没有想到才入住一个星期就命丧黄泉 星期五感化院的射监因为发现苏克里没有参与黎明的祈祷 因此到房里查看 这才赫然发现对方冰冷的尸体 预计已经离世至少三个小时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这起命案的起因是院内的学长 因为不满苏克里拿了其中一人的炸击 因此与对方争执 火遮掩的学长更动手打人 结果导致苏克里的头部和腹部重创 几个小时后在梦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 dimaklukan pada早上 setelah pihak warden mengatakan bahawa SIMATI tidak bangun untuk program sembahyang早上 kita ingatkan asalnya adalah kematian biasa tetapi kita tahu semua itu kita ingatakan tadi timbul satu orang terdoubt di situ yang menyebabkan kita punca pergaduhan akibat pergaduhan 目前死者的遗体已经移送到 亚罗士达中央医院解剖 他的伤口相信是遭到顿路袭击 而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 302谋杀条文 逮捕实名年龄介于14到18岁的 感化院成员驻查 selamat menikmati